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好好說冊 我是 Chef 昨天是我們的二代DRGBT的發表會 那相隔一天呢 我們來到桃園新屋有一間Brick Cafe 我們來做媒體的公辦事程 一起來驗證這一台二代DRGBT 它實際騎車上到底如何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 那千萬不要錯過以下內容哦 那這部片其實是以這台二代DRGBT 我自己比較主觀的騎乘感受做分享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台車的配備以及外觀 歡迎參考我們在昨天發布的發表會的影片 那這次主辦呢其實給我們安排一個算是封閉的一個道路 它有封路有申請入泉 那泉長大概六七百公尺左右 那其實轉下油門我覺得這感受非常明顯 這一組 Typer SVIS 全速率可變進氣系統 我覺得真的非常厲害 它這個進氣導管呢 會根據你那個轉速啊 及油門開度 去進行接合 或者是打開 那它在低轉的時候 它這個是合起來的 那這會讓它進階的慣性 比較多一點 低速能力也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在高轉呢 它這裡會打開 讓你整個進氣路徑變短 引擎的填充效率也變得更好 那高轉扭力也進了得到8回 那也就是因為它補強低轉扭力 所以初代那種低扭輸出差 到底轉速整個車會彈出去那種感覺不見的 那二代輸出反而是比較平順飽滿的感覺 那也因為如此 它回油再給油反應會更好 那包括你出彎補油也是更加的一氣呵成 我剛剛在短短的大概六七百公尺 而且我非常保守 我大概在尾速其實就已經做到了大概一百一十二公里左右 那甚至我們同意我們的Bread 那它甚至把尾速做到一百二十一公里 而且注意 這顆引擎是原廠未磨合的狀態下 整個離身不到一百公里 九十幾公里而已 所以我對於它的加速感受算是肯定的 那如果你覺得這種平順 這種順快順快的那個加速感受 你不喜歡我相信 可以改個傳動 那重新配個足蹤 配個大彈簧 它會讓你整個傳動那個粗粒的術域在有所改變 那這方面日後可以供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 那講完了 對於騎士 爽到騎士的部分 其實這一次改款呢 在乘坐性我覺得也有所改善 特別是後座 後座乘客的感受 因為我們都知道啊 那一代DRG 最大家詬病的就是它在後座裡面 除了它面積小 而且它段差非常高 另外呢 發泡棉其實設定上 也比較薄 比較硬 所以其實後座乘客常常會有真的非常不舒服的感覺 那這一次改款呢 它除了前座 它整個乘坐的面積變大之外 另外後座也有進一步提升 那發泡棉的材質也是變厚 變Q變軟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大概一小段路下來 後座乘客其實整體上我覺得是舒適的 所以進行一定里程的長途的乘坐 我覺得是OK的 非常不錯 只是有個地方我覺得比較美中不足一點 像是它的後腹手 那它可能是為了它整體的造型 所以它在你要在持握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沒有那麼好 因為它其實在這裡 它真的是比較粗壯一點 那以我們一般成年男性的手 我都覺得沒有辦法好好握持了 更何況 手比較小一點的女生 我覺得它可能會變得更不好握一點 真的啊 握你可能要到後面 這個比較尖端的部分 只是這樣你姿勢又變良 對我覺得在舒適性上 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但論究整個乘坐品質上 我覺得是有所提升的 好的 我相信在初代DRG 大家都會覺得它 它坐高本身比較偏高一點 803mm 以一般白牌速殼來講 算是真的有點高的 那這次原廠來特別講 它將它的坐高直接下降 下降到790mm 那其實以我自己身高 大約170公分左右 那其實兩腳要平穩踏地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它在乘坐體驗上 我會覺得比它的數據上 體感再高一點點 因為一般我們熟悉的 12吋白牌速殼它 它大概坐高都落在 780mm左右 那我想說高10mm 但它乘坐性上 我覺得會再高一點 前座椅墊那個椅子 這個接觸面設計的關係 它會把你的腳 我覺得會稍微撐比較開 但是我相信在一體兩面的 因為它這樣設計呢 那個椅墊的那個乘坐也比較大 我相信你在乘坐的時候 你的屁股的那個接觸面積 會更大會更舒服 也會有更好的支撐性 那這點就看大家怎麼去想 其實在二代DRG 有推出的消息開始以來 其實我就一直非常疑惑 因為我們可以想一下 在初代DRG發表那時候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JET 158 或是MMB-CU的出現 那剛好這兩台車款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把原本DRG 乘客他們的痛點都解決了 首先JET還有更輕 更短小更緊厚的車身 那創造出更靈敏的動態反應 那MMB-CU呢 則是把原本DRG 包括它的椅墊空間 椅墊的乘坐舒適度 以及乘坐空間 都改善了 那這次全新的二代DRG BT 哇它要拿什麼出來賣 那經過這一次試乘 算是解除了心中的疑慮 那我們可以發現 SYM 其實把這三個搭載 E58動力單元的產品 分得算是蠻細的 那雖然JET 它算很快 但是遇到 我們這個二代DRG BT 它在動力上其實還是有所差別 包括它在高速 高轉速的延伸性 我覺得DRG BT 二代它做得比較好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它在動態反應上 它動態反應上 其實如果你沒有那麼喜歡JET的那種 過於雕磚 過於犀利的轉向反應 我相信你會蠻喜歡二代DRG 這個沉穩中帶點靈活 但是它又不會太過神經質的轉向表現 那我們剛剛雖然在遠彎語感沒有太多 真正的那種比較雕磚的山道 但是呢 我可以發現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在路感的清晰程度 以及乘坐的舒適性上 我覺得算是做一個 還不錯的平衡吧 所以說呢 我們在過每個彎道 其實我會感覺到 其實後輪其實可以溫答答的 吸在地上 所以其實你在動動態 沒有任何的不安 那另外呢 再加上它這次Bosch 10.3 ABS 以及TCS的輔助 所以其實你在一般的山路 要小熱血 它都可以給你 非常不錯的感受 那另外加速性上 我覺得也會比MBCU 以及JET的SL158 還要來得更好這樣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台 二代DRG BTT 它在騎乘感受上的分享 那聽我講了那麼多 你一定要自己去試試看 更能去深刻的體會 我所講的 它在整個騎乘感受上的改變 那現在其實也有DRG的試乘會 大家可以去看 哪個場次 哪個場地 另一家最近 趕快去報名吧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加開啟小鈴鐺 那喜歡文章報導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Facebook 按讚追蹤 那也不定期會有些新車報導 或是改裝平衡相關情報 好的 那這裡是H1MOTO 我是CM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